我們就吃了專題 特種機器人 從底部開始介紹 輪胎是用8吋的 輪骨都是全金屬的 馬達是用 強扭力 減速馬達 外殼都是壓克力跟鋁板 電池的話 為了讓它增強續航 所以我們都是用大容量的電池 然後這邊有一個 凸傳 就是會縮到上面有 鏡頭的模組 然後這邊是天線 開關我們設計在側邊 為了讓它夜間有 能力 有能力去看 所以我們有設計 兩排的電燈 前後都有 手臂的部分 是用三根推桿來做動 然後鏡頭的部分 鏡頭總共有三顆 這兩個前後可以看車體的前跟後 然後可以轉向 左右 上下 然後基本上角度都是十度五度左右 前面這個鏡頭主要是看夾爪的 夾爪可以夾直的 也可以夾橫的 因為我們的手臂長 為了讓座位空間遠 導致於 配重比重是一比三 所以後面要電 配重 當然是電的越重 我夾的物品重量可以越高 好 大致上都介紹完畢 我們就是實際操作 我們操作也會在遠處 以鏡頭看鏡頭螢幕的方式 來操作 我們轉向是用差速轉代轉 來 然後一樣 好 然後一樣是 加爪轉向 然後一樣 然後一樣 三個 必須再動 伸縮 為了讓它作業空間比較長 比較遠 所以我們把手臂做得比較長 來 放在桌上 這樣 那可以精準的放在籃子裡面 好 然後 接下來 下一下 加爪轉向這個 有助於它夾籃子類的物品 直立的 可以用釣的 可以用夾的 它們操作員是全部都是靠鏡頭在操作的 它們操作員是全部都是靠鏡頭在操作的 通常高很高的 好 啊 最後一下是球型的物品 好 它操控可以很細微的調整 好 連球型的物品都夾起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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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來 好 好 感谢观看